好,我是冬天主,喬勞勞 大家看到後面這個車就知道我們現在人來到哪裡呢? 沒錯,我們現在來到新幹線 那我們這次的旅程是去哪裡呢? 我們要去福島的慧金若松 那之前我也有拍過一個影片是福島慧金若松那邊的秋天 但是我們今天是要冬天的時候去 帶大家看看下雪的福島長怎麼樣子 從新幹線的峻山下 我們現在一路搭這條火車 然後要坐到慧金若松 剛剛那次一連串打車 說實在話要從東京到慧金若松其實真的是蠻辛苦的 然後等一下到指間線大概又要花一個多小時 所以這趟旅程應該會來花一個多小時 所以這趟旅程應該是應該打車的 折騰了四個小時左右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慧金若松了 今天包補好像大概五點多就起床了 所以現在超級無力想睡的 我們等一下會在這附近周邊走走 然後大概一點多的時候再回到這個地方 這個車站然後搭直艦線 所以我們先去晃晃走走吧 我們剛剛往城堡的方向走來才發現 其實這樣走過去城堡再走回來 可能就要一個多小時 然後再加上我們現在沒有吃中餐 等一下也不知道直艦線那邊有沒有餐廳 所以我們走到一半就算了 就先往車站的方向走 然後去找個中餐吃 那城堡這邊就明天有機會的話再說啦 因為畢竟這次的旅程是以直艦線為主 所以一定要看到直艦線 這個地方在出租窗滿危機 我剛在路上行走的時候啊 因為地上真的太滑了 整個就是地上是冰塊嘛 我這個整個摔到天上去然後掉下來 然後現在整個屁股超級不理痛的 所以平常跟學不熟的朋友們啊 就來這邊的時候最好穿就是 比較能夠防滑鞋子比較安全一點 就直接現在這邊就是不能用ICC卡 所以一定要買票 然後我們今天搭到的地方 大概是第860吧 我們現在搭到直艦線的車了 接下來是1.05分花車 其實Bobbo有點期待跟怕受傷 因為Bobbo對直艦線期待非常非常高 然後今天看我也能拍了球季的直艦線 真的蠻漂亮的 冬天應該也是很漂亮 好久沒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車上還有賣一些特長饅跟饅頭 等一下可以下車的時候試一下 隨便補充一下體力 現在呢我們要走到Arch三兄弟 好像就三個橋吧 那邊應該是有蠻不錯的景 來看看 但是這邊就沒什麼人下車的時候 覺得有點害怕 就是說我到底是不是有走錯地方還怎麼樣 好我們後面的就是Arch三兄弟 看起來就是一條是走車 然後一條是走直線線的電車 然後另外上面一條感覺像高速公路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不太清楚 但是這三條橋各有層次 所以排起來應該是蠻漂亮的 這邊也是一個不錯的拍照景點 它決定 biased Kolmar出來的扣牆 他決定折返到攻下戰 因為現在開始下大雪 然後如果我們到看這間線電車那個地方 因為那邊雪太大 真的爬上去有點太危險 然後我們從這邊 我們剛剛看到如果要到公下會員站的話 那其實要經過一個很大的隧道 那那個隧道裡面其實有點危險 不知道會不會被車撞 所以我們就打算就是往 現在我們現在從這個 像休息站的地方 然後一路往剛剛那個公下站走 然後再走過去 接下來再搭回惠金若松站 我們在稍微休息一下 收個那個相機啊 手機等等的 的時候我們來吃一下 剛剛在電車上販賣的手工饅頭 然後它有四 應該是四家不同的商店合在一起 然後一次賣一包 那我吃的這個是鹽井屋的 來吃吃看吧 我真的有種手工感耶 黏黏的感覺 蠻好吃的 很彈硬啊 然後裡面給的那個 紅豆啊 真的非常的大方 好 那吃完的時候 我們就要趕快去趕路了 所以我怕來不及你拉電車 來不及你拉電車 然後下一班行 四點過後下一班就七點 天天就真的完蛋了 我們回到惠金若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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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我們今天大概花四分之三的時間突然打車 但是 我覺得應該蠻值得啦 因為看到的景是東京比較難得看到的景 所以還不錯啦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一路前往今天下他的飯店 其實今天下他的飯店大概是這種東西啊 我們選擇一個溫泉旅館 然後聽說呢晚上還不錯 所以呢 期待 等下吃吃看啦 喔耶 我們鏡頭一轉 現在到了這次下他的溫泉旅館啦 你看你看這個 還不錯喔 有種古名家的感覺啦 那晚餐我們就吃他的如月山 就是利用當地福島的一些 就是特別的料理所做穿 你看這邊的前菜啊 就是真的漂亮 我們來開動囉 然後吃吃看這個香菇壽司 嗯 看來他醃打也不錯 但是醃的吧 喔 吃起來很美味好吃 嗯 果然是牛郭炭油 不然而不菲 真的超好吃 吃飽喝足了 我們今天來探險一下這個旅館 這旅館好像還蠻大的 應該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 溫泉飯店配雪景 就真的才有日本才有的 獨特的那種感覺 溫泉旅館就一定要喝當地的牛奶啦 130塊還蠻便宜的 還是當地的西魯最好喝 就說到外面了 來到大雨 旅館在una 旅館 剛才到外面了 先看看